天冷之后,白菜也越来越好吃了 而且价格也便宜 除了炖菜吃,还可以做成面食 皮薄馅多,白吃不厌 盆中倒入400克面粉 少加一点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220毫升的凉水来和面 边倒水边搅拌 搅成絮状以后,下手揉成面团 多揉一会儿 像这种比较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饧面30分钟 3块钱买了一颗大白菜 把叶子给它掰下来 洗净之后,切成条 再切碎,装入大盆中 往里面加一勺盐 搅拌均匀腌制一会儿 杀出白菜中的水分 泡好的黑木耳给它切碎 胡萝卜切成片 再切成小碎丁 装入盆里 我又泡了点粉条 切成段 加一点老抽 搅拌均匀 给粉条上个颜色 这时白菜也腌好了 倒在笼布里面 兜起来挤出里面的水分 把白菜倒在盆中抖散 锅中油热后放入葱姜 炒出香味 接着倒入胡萝卜黑木耳 继续换炒一会儿 炒到胡萝卜断生即可关火 稍微放凉 倒在白菜盆中 加入粉条 一把葱叶 下面调味 加入盐 鸡精 13香 蚝油 淋点香油 充分的搅拌一下 馅料就调好了 熄好的面团拿出来 搓成长条 切成均匀的面剂 拿一个面剂 擀成薄面皮 越薄越好 换入调好的馅料 摊均匀 先把上下对折起来 两头捏住 从一头给它卷起来 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摆到蒸锅中 硅胶垫要刷点油 黄粘 水开之后上锅 蒸上15分钟 关火后就可以打开盖子了 哇 看着就很有思域 这样咱们的白菜卷就做好了 掰开看一下 里面的馅料 口感丰富 味道鲜美 好吃还不油腻 皮薄馅料足 一顿吃两个绝对没问题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